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无论那十名黑铁护卫 还是那名带队的老者 都脸线凝重 手持一灵盘 同时目光不停地四下扫视个不停 仿佛下方随时有可怕的东西 将扑出来似的 这对修士不见有人说话 就这么小心翼翼地 一直飞了一个时辰之后 忽然其中一名黑铁 未手中的法盘 传出阵阵的嗡鸣 虽然声音不大 但是仍让所有人的脸色 大变地望了过去 一个看起来 凶恶异常的大汉 看清楚同伴手里的 一灵盘上闪动的警报白光 再也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怎么又发现异族了 这他们也太频繁了 这些异族在搞什么鬼 怎么把探子 不要命地拼命地往我们这边塞来 我们小队上次可是刚刚证明了两名队员呢 另一个中年女修士冷冷地接口道 这还算好的了呢 听说第四小队半年前 遇到了罕见的虚洞族的人 结果整个小队 连队长在内都阵亡了大半 身穿轻甲的老者 眉头一皱地吩咐道 既然一灵盘已经报警 不去查看 我们回去同样会遭到重罚呀 大部分异族探子都没有多强战力 大家只要谨慎点 应该可以顺利解决这个探子的 听到这话神级的老者开口 其他黑铁位即便心中再不愿意 也只能闭口不言了 随后在老者一连串的命令下 一行人立刻化为数对 朝着一灵盘报警的方向 靠拢了过去 一行修士改变了方向 只飞了数十公里 木然出现在一片乱石堆上空 此石堆看起来平常无奇 但是石堆附近围绕着一片 冒着紫色气泡的沼泽之地 老者看了看手中的一灵盘 肯定地点点头 右手一挥吩咐道 看来就是这里了 不要让他逃了 顿时身后的十余名黑铁位 也不说话 纷纷喷出了宝物 护住了全身 然后才纷纷放出神念 向下方扫去 结果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包括老者在内的所有的修士 脸色都微变了 老者深吸一口气 忽然转头冲一名 双目细小的中年人 招呼道 如此近的距离 神念竟然搜不到 看来只有下去 亲自搜索了 秦道友 队长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那名中年人机灵地回答 随即单手一拍手腕上的储物镯 手中木然多出了一堆 仿佛乌黑圆珠般的古怪的东西 他手一抬 这些圆珠往下方洒落而去 同时口中念念有词起来 一阵劈了啪了大声响 圆珠表面一阵蓝色的电光闪动 木然间体型狂掌 化作一只只身缠电弧的铁锋 每一只都有拳头那么大 黑乎乎的 双翅震动间发出诡异的嗡鸣 其余人都悬浮在空中没动 只有戏目中年人 缓缓地盘膝坐下 两手一掐绝 这百余之铁锋一坠落到地面 只有十余杖那么高 就一哄而散地 向四面八方击舍而去了 看来这对巡逻修士 也早就吸取了前人的教训 绝不轻易地落到地面上 在地形复杂之处 和那些异族探子纠缠什么 否则 以异族防不胜防的各种诡异的手段 就算他们能成功灭杀对方 自身也绝对会出现伤亡的 如此的话 自然还不如驱使一些傀儡 下去查看了 可是就在这些铁锋 刚一散去没多久 众人手里的一灵盘猛的一颤 就同时发出高昂异常的奸鸣 有些一灵盘 甚至一下爆发出刺目的灵芒 看起来惊人之极啊 那名相貌凶恶的大汉 一见手中的法盘异象 顿时大叫起来 不好 这名义俗在靠近我们 已经进入我们百丈范围了 孩子不停靠近 那不光是他呀 其余的人见到手中法盘 同样的一阵骚动 都是睁大眼珠 朝四下飞快地看 可是方圆百丈之内 四周上下全都是空荡荡的 哪有丝毫东西存在的样子呀 老者口中发出一声大贺 各自施法 快速破除他的隐匿之术 一旦被近身就糟糕了 他一声大喊了 震得这帮手下人 人人耳朵嗡嗡作响 随即率先单手一翻 手中木然出现了一面铜镜出来 这老者 把这铜镜往头顶一抛 顿时化作一轮明晃晃的圆月 表面灵光一闪 一道碗口粗青色的光柱喷出 而此月滴溜溜一转之下 光柱同时朝四面八方扫去 但是清光所过之处 根本是丝毫异样都没发现 其余的修士 也纷纷祭练出 番旗等砖破隐匿的宝物 片片灵光所过之处 同样没有任何的发现 但是众人手中 一灵盘传来的嗡名 却越发地坚力异常起来 这说明 一族几乎已经处于 近在咫尺的位置了 这一下啊 众人面色都惊慌起来 老者面色更是有些发白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如此情形下 还能未被众人发现 毫无疑问呢 这一位或数倍 正欺净他们的异族探子 肯定是传闻中 最难招惹的那几个异族 看样子非但没有想逃走的样子 而是要上来灭杀他们的意思 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了一声 快 快步五行灵光阵 普通防御 无法抵挡他们 这倾甲老者大吼起来 随即 他也不管自己头顶的铜镜 手一翻转 来 木然多出了一枚 鸿蒙蒙的令箭状的宝物 对准高空一抛 一下化作一团红光 闪烁不定 其余的黑铁卫 受了老者的提醒 也是恍然大悟 纷纷从身上摸出了 类似的法器 同样想记到空中的样子 但是此刻在行动啊 却已经有些迟了 就听到 碰 啪 啪 三名黑铁卫 手中的一灵盘 同时爆裂开来 接着 三人足下虚空处 凭空多出了几道 仿佛影子般的淡淡虚影 这几个影子一出现呢 自身下拉长这些扑向修士 三名黑铁卫 终于发现这些灰影 口中不禁惊呼起来 但护身法宝和护体灵光 根本不起丝毫作用 一下就被这几道灰影 侵入体内了 顿时几个人发出了 痛苦之极的哀嚎 啊 啊 双手抱头 身形急往地面坠去 竟然生死不知的样子 一看到那几道黑影 这化神器的老者脸色大变 啊 影傀儡 是影族人 快释放雷属性神通和法宝 接着 他马上一张嘴 喷出一口银白色的飞剑 此剑方一出口 立刻化作一道银白色的电壶 把老者护在其中 在老者身后诡异出现的一道灰影 刚扑上来就听到咔 一声雷鸣 立刻被电壶一下 弹开树杖 丝毫无法近身的样子 对大名鼎鼎的影族 其他修士 自然不会陌生到哪去 但是除了两人 同样放出了雷属性的宝物 其他人通体发寒 心中暗自叫苦啊 为什么呢 这雷属性 可是诸多属性中 最霸道少见的 他们哪能 人人都有这种宝贝啊 而影族呢 又是一种极为诡异的种族 除了雷属性宝物 和一些特殊的功法 可以克制之外 其余的神通 通通没多的效果 就在这略意迟疑的瞬间 这几个人脚底下 也浮现出一般无二的灰影 这下啊 几乎黑铁味惊恐的 互相望了一眼 口中大喊一声 化作树道惊鸿 朝四面八方 积涉而去 就想要立刻 甩开足下的灰影 但是啊 这些灰影 竟仿佛 成了这些修士的影子似的 真的如影随形的 化作一道道灰光 丝毫不停的紧跟过去 眨眼之间 这几名修士的顿光 和那些傀儡啊 顿出了数十丈外去了 原地只剩下轻甲老者 和另外两名 有雷鼠性宝物护身的 两名黑铁卫 不过呢 此刻在老者他们身前 也陆续浮现其他的灰影 一共现身了七八条的样子 不停地往他们三人扑上去 但全都在雷鸣声中 被他们的雷鼠性宝物 抵挡在外头了 但是这些灰影 根本好像不知道疼 仍然不停地 重复着这个举动 清甲老者深吸一口气 一时也顾不得 其他手下的生死 而自己手腕上红光一闪 突然多出了一叠 不知名的浮露出来 你也处找死 这老者狠狠地望了一眼 再次扑上来的一条灰影 他脸上绿色一闪 扑扑扑几声 手中浮露一下化作 十几道蓝色的电壶喷出去 交叉地积在这条灰影上 就听到咔嚓咔嚓 轰隆隆的雷声大作 所有的电壶爆裂开来 那条灰影口中发出一声污名 身体表面在一层电网笼罩的轰击下 开始一层层的溃散 雾化起来 老者见此心中大喜啊 看来上次花了大价钱 特意准备了这些雷浮 还真是有效果 他当即一翻手 又一打雷浮出现了 一催之下 又是十几道蓝色电壶狂击过去 眼看这些电壶也要积在附近这条灰影上时 一声冷哼 木然地从四面八方 同时响起 几乎与此同时 灰影身前木然多出了一只绿色大手 五指只是微微一晃 不知怎么着 就把这几条闪电全都抓到自己的手里 一阵沉闷的爆裂声后 这些闪电在此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一见此大手啊 老者瞳孔一缩 仿佛呻吟的叫出声来 啊 绿营 你们都要死 这丝毫感情没有的冰冷话语中啊 从这个绿色大手上传出 随即手一颤之下 竟扭曲变形 化作一个绿萌萌的光影出来 此光影猛的一看呢 那 是个人形 但是翩翩头颅大的出奇 几乎是普通人的两三倍那么大小 在绿光闪动的面孔上 更有一对眼珠鲜红玉滴 看起来实在是诡异万分啊 看到 真是自己预料中的高阶影族 这轻甲老者嘴角抽搐一下 脸色还真是有些发青了 虽说雷电之力可以克服大部分的影族 但是到了绿影这等和人族化神奇修士 差不多等级的存在 那么本身对雷电就有了一些抵抗之力了 以往啊 化神修士和绿影这等存在 一对一交手的结果 几乎都是以人族修士大败或者陨落而收场了 而且看这只绿影竟以一己之力 就能驱使如此多的影傀儡 恐怕在绿影等阶中 那也是极高级的存在 这些 哪能不让这老者 心直接沉到海面下去了 这时候 远处天边传来两声爆裂之音 显然是其他黑铁卫 也都被那些影傀儡追上 让那些人族修士纷纷陷入苦战之中 这绿影呢 根本不管眼前老者心中的惊骇 二话不说 木然向前一步 身体就诡异地 一下七到老者身前仗须远处 然后抬手一抬 就气势汹汹地 直接向老者护身的 那根粗大的电弧抓去了 他竟打算硬生生地 直接抓开老者的护身法宝 这老者吓了一大跳啊 但是对方动作实在太快了 根本来不及闪避分毫 只能口中一声低喝 把全身的法力注入到 护身法宝之上 身前的银色电弧 嗡鸣一声 一下粗大了三分起来 绿让见此 血目中闪过一丝轻蔑之色 抓出的手掌丝毫不停 竟真的一把把那粗大电弧 抓到了手里 轰隆一声 粗大电弧在绿色大手中 一阵的爆裂狂闪后 最终化作了一口 表面遍布电弧的小剑出来 这小剑光芒伸缩不定 通体乱颤 却只能在绿色大手中 挣扎不停 根本无法挣脱而出 轻甲老者脸色呀 瞬间就没有血色了 而那绿营口中 黑黑的一阵怪笑 身形再次一动 似乎马上就要再次出手 但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老者上空 另一声雷鸣响起 接着忽然一道 青白色的电弧一闪 竟凭空出现一个 背声双翅的人影 此人影一现身呢 二话不说 两手往下骑阳 一只手五指轻轻的一弹 五道粗大的金壶狂喷而下 另一只手灵光一闪 一块四方的锦帕向下照来 表面上一个古怪符文 悠悠的浮现 看起来神秘异常 这绿影一见此情形 虽然一惊 却没有过于惊慌 反而只是尖头一晃 木然从背后射出 另外两条灰影出来 一闪即逝的分别迎击到了 向空中的金壶和那块锦帕去了 而绿影自身身体一扭 似乎要暂时后退一二的样子 头顶那名带着赤的人影啊 木然发出一声冰寒刺骨的冷哼声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这绿影一听哼声 竟然身形俱阵 后退之势 木然一顿 竟然正正地待在了原地 轰隆隆声大作 五道金湖 先和一条影傀儡 迎头碰到了一起 结果只是稍一接触 那灰影就在金光大放中 一层层地冰箫溶解起来了 一团团灰色雾气 瞬间地生起 同一时间 另一边锦帕的古怪符文 荧光一亮 突然间爆裂开来 化成了成千上万根纤细的银丝 一下把灰影照住 再猛然一收 就还原成了锦帕状 硬生生地 把此傀儡包裹在其中了 这锦帕表面咔嚓咔嚓 雷鸣声大作 无数纤细的电弧闪跃弹跳着 影傀儡根本无法挣脱而出 这个时候 那带翅人影背后双翅一振动 竟化作一条银线 在原地消失不见 下一刻 这银线出现了绿影上空 也不见它动用什么法宝 只是伸出一只手 朝下边徐徐地一拍 手掌骨骼晶莹异常 随即五指灵光一闪 同时浮现出五枚 颜色各异的骨戒 这些骨戒洁白如玉啊 表面各自明印着一个 斗粒大小的精致的骷髅头 而骷髅头眼珠子一动 竟仿佛活过来似的 同时一张大嘴 五种颜色的各色寒咽喷出 随之交融到一体 又化作了一片 艳丽异常的五色光照照下了 绿影刚从那冷亨震慑中 清醒过来 尚未惊怒来得及施法 就觉得眼前一亮 又被那五色光艳席卷其内 身体周身一宁 所有动作呀 一下变得迟缓无比起来 这一下 绿影可是心中大害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